哈哈哈哈 姐姐你不用上课了 你已经是专家了 其实我跟珊珊 是这次才分到一个组 本身她是演员系好 那么其实她的舞蹈 每次跟她一起练的时候 老师都会夸赞她说 包括阿天老师说 珊珊你是不是以前跳过舞 就是所有的舞蹈老师 都觉得珊珊 是有舞蹈天分的 她真的有天分 我非常认真的告诉她了 我觉得她得进修现代舞 有这样的天分真的很难得 我觉得如果这节目结束 你可以继续练现代舞 因为我发现你有这个 现代舞的质值 真的假的 真的 因为我非常清楚自己 是什么实力 虽然自己唱跳 没有那么多的优势 但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我所在的团队中 去和其他姐姐完成一个 很好的舞台 现在一宫二宫三宫 走过来了回想一下 一宫的时候 感觉下蹲和站起 腿都很痛 好痛啊 身上 好痛啊 刚稍微好一点 就开始进入二宫 二宫就是全身瘀青 碰碰碰碰 我真的很想穿一条棉裤来跳 太疼了 我想穿一个这种 三百六十度的呼吸 我这两边全是轻的 然后刚好一点又进入三宫 三宫也是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我们身上受的这些伤 感觉就像是你的勋章 膝盖拿出来 你现在是肿了吗 肯定会是 每次痛过 我们就可以进入进步到下一个阶段 再痛一次 又可以进步到下一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可能跟人生一样吧 一定是要经历一些痛 才会有成绩 就是要付出才会有成绩 到时到时到时不看 是 吃 吴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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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